我们每次上课的相关资料都会放在这边 所以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上课了 那上个礼拜是第五次上课 那重点大概就是讲到有关日期这个资料形态 这个形态比较特殊 因为实际上它里面记录的是一个数字 如果日期是整数 时间就是小数点 OK 所以特别之间 那如果一个小时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OK 那一定出 一定有小数点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用那个today跟now做区别 你就会发现 其实里面它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将来如果里面你要提取那个什么年月日的话 那当然你要分别用year month day 那十分秒就hour minisecond 当然诸如此类的 那如果你要计算那个日期之间天数的差异 当然直接减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用相差几个月相差几年 你可以用dative dative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没有dative 其实很多事情是很麻烦的 尤其计算 那个什么计算那个年 计算月的部分 dative其实就还蛮好用的 另外如果你要提取就是日期里面的东西的话 可以用除了用year month day之外 还可以用那个所谓的test函数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不过你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它切出来就是文字 如果你要再把它变成数字 你外面要包一个value才会变成数字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大部分工作里面常常遇到的就是你那个形态 资料的形态 没有 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然后呢你以为它是一样的东西 它实际上 看起来表面上一样 但是呢你比较 比如说你用查询 Vilo函数或其他函数比 奇怪怎么比不对 因为那形态不一样 那其实有些特征可以看出来 靠左跟靠右嘛 如果是靠左对齐 那一定是文字 靠右对齐呢 那一定是数字 除非说你有另外在用那个靠 就是那个 就是对齐方式 不然的话其实还蛮容易可以看出来 那有些地方是小细节 只要你不要做错 我想你要查询你要的资料 那相对的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当然后面的话 我们剩下六七八 那剩下来我们就是把那个 数学最后一个查询 就是Vilo函数相关的函数的应用 再跟各位说明 那其实只有剩三次了 但时间其实非常的紧凑 所以呢今天的话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大概的重点 其他的影片都在这边 我是强烈建议 尤其像这种程式类型的课程 它里面会讲到VBA 一定要回去实作 而且一定要找机会 把我所讲的东西 找个方式 找个用 就是你一定要多去使用它 你慢慢就会越来越熟练 像这种东西其实 说真的 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用就对了 而且尽量多去 就是你越熟练的话 我想你的这种 这个问题应该会越少 当然这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不容易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直接刚刚看书的话 你要看书 把它看到你会用 我觉得好像看书懂 跟实际上做得出来 好像我觉得落差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仿线书籍 它写的其实很多都会 不是那么连贯 有些东西你可能自己看书 要把它写出来 尤其程式部分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 这个部分 我有跟各位讲 就是怎么去写 我觉得你只要掌握药诀 然后实际上再去多操作几遍 也不用特别学太多 我觉得最重要 有一套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慢慢慢慢 我觉得你在工作上 会越用越顺手 因为看到之前同学的案例 大概就是如果你要能够使用得出来 多半就是对这些东西已经很熟练了 所以前提是熟练 我发现很多同学会不太会用 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台是落在不熟 那如果你能够用得很好 多半都是你已经很就熟了 至少就是说我讲过东西 你都已经很清楚 而且有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用在工作上面 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些东西 其实在工作上面 也还蛮好用的 而且能够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 有一定显著的帮助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请各位待会一样开启数学函数 那这边的话 大概有几个题目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切到数学函数这个范例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个数学函数范例 那里面的话大概会 第一个SUM 我想SUM加总应该大家都没问题 不过可能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三次月考的上面 假如自己再加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我今天加百分之三十 然后后面的话呢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呢 三十最后一次四十好了 假设说最后一次比例中比较高 那我希望呢 帮我把这个加总的结果怎么样 分别算出来 那总成绩就是还要在乘上一个比重 所以呢这个乘这一个 加上这个乘这一个 一直在退啊 但我们如果要算出这个结果的话 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你就一直乘吧 这个乘上 这个 加上 这个 乘这个 有就是说你今天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如果 越考次数越多的话 你会变成一个一个乘 那太浪费时间了 另外的话呢 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乘完之后啊 你的这个比重呢 往下面都是参考这个比重 所以呢 一定这个位置不会变 那这个位置是第十一列 所以你会看到第十一 只要看到十一 前面加个钱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你向下填满的时候啊 这个十一的位置不要变动 十三要变动 因为十三的话你向下拉的时候呢 他要变成抓第十四列的这个成绩 你说可以打勾 所以十一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算出我们成绩 那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公式来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类似的函数 哪个函数呢 也有数学函数里面 找到一个叫 sumpuda的函数 sum sumpuda 那这个sumpuda 你把它点一下 在sum底下 sumif sumif sumpuda 那其实他也会跟你讲说 它会传为多个正列或范围 其实这个范围 相应 这个什么呢 元素 相应元素 就对应到的元素 乘七 相乘 之总和 所以乘完之后 互相加的总和 那其实不就跟公式 道理是一样的吗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我第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那待会的话 这个第十一列 一样不能变动 所以按一个F1 F4 F4按一下 其实我是觉得按两下 是比较精确的 只要锁前面的列就可以了 所以在前面的十一 十一加前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如果取诊数好了 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很快做出来 不过两者差别 这个是用公式 这个是用三波的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用VBA完成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 当然我希望 一样嘛 前面讲过就是 这个地方呢 我需要按钮 一个是什么呢 不如把公式带进来 有没有 OK 其实是做过了 我其实你要把它熟练 因为 其实我讲过 你会用就是因为你很熟啊 如果讲到 看到你也会马上写出来 那当然你会工作 就会马上把它加在你工作的 这个流程里面了 但如果你不熟 你一定会跳过嘛 你一定会想用你以前的熟悉方法 那土法链钢是最下下策的 千万不要一直用土法链钢 就是你来学这个课 就是希望不要土法链钢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赶快把它用在工作里面 这样才有办 才有对这个课程 我觉得才有帮助 OK 所以那怎么做 向下填满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不要丢公式的话 我可以自己把VBA写完自己丢出来 结果 在哪里计算 在VBA计算 那第三个也许就是再多一个什么清除 把这边都清空 另外的话呢 可以多一个什么呢 制定函数 什么制定函数 比如在这边插入有什么成绩函数 然后他跟你要什么三个资料 他会自动把结果丢过来就好了 最好是 不要一个一个选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手机函数里面有 选一选二选 还有教过什么 选一个范围嘛 有没有 所以这地方 请各位就是在把它复习过 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你要很熟 所以这东西其实 如果真的要能够用在工作上面的话 我是建议 只要讲过的这些用法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那以后当然了 相对应的程式 你也可以很快就可以把它 把它用在其他工作里面 OK 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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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